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可能因为在交际上 被某几个人讨厌 他就觉得很伤心 为什么他这么不得人远 其实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八字在跟你讲的一件事 就是你不是万人迷 为什么你不是万人迷 因为各位你要了解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喜欢的气场 而这个气场 他是会随著大运流年改变 而会有所转变的 也就是说 我们身上所喜欢的五行气 他是会改变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有些气你喜欢 有些气你会很讨厌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人你第一次跟他见面 或你觉得一见如故 可是有一些人你第一次跟他见面 你就感觉了他很讨厌 你也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情况 其实就是在于这个五行气 他是否你喜欢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并不可能 所有人都会喜欢你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就要了解 原来八字跟我们讲的就是 有人喜欢我 有人讨厌我 在这一种情况下 就以我本身的例子来讲 像以我来讲的话 我在批命的客人 大多数七成 他们都是要精髓的 也就是说 以我的八字本身而言 我比较吸引精髓的人 但是木火土这一类的人 他们来讲加起来才三成 所以其实 以你八字需要木火土的人 他就会比较怎样 不喜欢我 这个就是一个八字上 他会展现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有喜欢你 也有不喜欢你的 当然在流年大运 这一个一转变的时候 你身上的五行气 也会跟著转变 跟著转变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就会有几个五行 会突然从很讨厌的变成很喜欢 当然也有几个五行 会从很喜欢的变成很讨厌的 这一种状况 所以当你了解这一种情况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要知道说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我 但是 各位 你要记得一件事 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不用去想说 有些人学了一些命理 他就觉得我的命理很强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要听我的 你想太多了 还是一样 有些人根本就不会相信你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五行气的一个相吸 或者是排斥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你了解这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人际关系的一个经营 有的时候虽然技巧很重要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毕竟那一种你不喜欢的气 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就是会有那种莫名其妙 就感觉到跟这个人就是很不合的情况 有这种不合的情况 那就人家讲的 金子之交淡如水 不需要真的去刻意的 否则的话 你会觉得很难过 这个不是你人的问题 而是你身上五行气 所散发出来的一个现象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并没有所谓的一套的公式 可能今天跟你是好朋友 明天可能就翻你 也有可能今天跟你是敌人 明天就变成是朋友 他是没有一定的一个准则 就看双方五行气 他如何的去变化而定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记得一件事 人家讲的 敬人士听天命 我只要不要做的太差 真的一切就交给上天去决定吧 也就是说为人不要做的太烂 让大家都讨厌你 在这一种正常情况下 你还是一样 有喜欢你的人也有讨厌你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